听说你是现实版的俗名玉生 有点相似 我从小到大 我妈妈没有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 如果哥哥在家 妈妈可能在做饭菜里面 就是肉会多一点 如果哥哥不在家 几乎就吃不到肉了 三天以后回到家 我就发现妈妈和哥哥在包饺子 有说有笑的 好像对于我的离开 没有一点点感觉 你觉得公平吗 那一分钟我就觉得 天哪 真的是要特别的 那一刻你恨了就行了 有过 我心里怎么在挂念她 我说这个孩子 她整个接电话 但是现在想想 是男孩好还是女孩好 现在想想 男孩女孩一个样 一个样 女孩比男孩还更优秀 今天妈妈坐在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 孩子 我爱你 女儿 妈妈亏欠你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过每一天 妈妈我爱你 谢谢你来了 共同见证 祝孩子更高更壮 更聪明 本栏目由笔质高药业 特约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高 胎胺酸 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 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 笔质高药业 特约播出 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 美女主播 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 石瘦斯 心理专家 柏燕怡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摇一摇 即可获得 精美的礼品 好 让我们一起 走入今天的故事 长这么大 她都没有在我跟前 耍过交 我觉得愧疚的话 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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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有请 被制线人女儿 王淑妍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听说你是现实版的苏铭喻是吧 有点相似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哥哥 母亲来向你道歉 是因为 像苏茗玉的故事当中所说 她重男轻女吗 妈妈可能是觉得 我这么多年 就是给家里付出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今天来是想跟我说说心里话 那就是哥哥付出的比较少 是的 哥哥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了吗 有一个女儿 哥哥多大 哥哥今年37岁 比你大6岁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31还没结 是跟与家庭付出有关系吗 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吧 可能会比较忙 啥工作 有自己的公司 做活动策划呀 传媒类的 所以母亲今天来向你道歉 是觉得你 牺牲了太多自己的私人时间 恋爱的时间 为家庭付出太多 先说简单的吧 给自己的哥哥有过什么支持吗 哥哥的房子 我和爸妈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你觉得公平吗 以前心里会会觉得不公平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 因为你强了嘛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好吧 来我们有请母亲薛金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什么向女儿道歉呢 我女儿也这么大了 也没有谈对象 也没有成家 我女儿总是拼命地工作 挣钱 为家分担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家里很缺钱吗 反正也不是那么富裕 家里不是还有一儿子吗 男孩嘛 他挣的钱还不够他自己的了 这一切 就像家里都是女儿来分担的 所以我对不起我的女儿 但是我觉得 虽然也有一点愧疚 但是孩子为家庭分担 不是正常的吗 我这个女儿 对妈妈爸爸比较孝顺 这个女儿在外面工作很拼是吧 是的 我的女儿就是拼命地工作 有时候给她打个电话 她都没有时间来接 前两年嘛 就是孩子都累倒了 她从来 她都不给家里说 我打电话 她没有接 我心里都有点挂念她 我说这个孩子 她整个接电话 然后呢 几年个这么 我来了以后 他们同事 请我们吃饭 聊天 他们露了嘴了 就说 哎呀 阿姨啊 那女儿在这 确实不容易啊 她都生病了 我跟你告诉 她都不让我们告诉 我才知道 我的孩子 太自强自信了 太能干了 从来给我们父母 报喜不报忧 都是说她在这 很好很好 什么病啊 其实就是感冒发烧 然后用嗓过度吧 就说不出来话 是一直以来 在外面病了 有痛苦 或者是有压力 就报喜不报忧吗 我从来没有跟家人说过 你所指的从来 是从小到大吗 可以这么说 如果工作了之后 报喜不报忧 我是可以理解的 怕父母惦记 但是小时候 多多少少会 对父母是有倾诉的欲望 受欺负了呀 身体不舒服 都跟父母说 为什么你不会呢 小时候 我觉得妈妈 可能爱哥哥 更多一点吧 我觉得我说了 没有用 就比如说 我家就是 爸爸会比较疼爱我一点 爸爸以前是那个 长途汽车司机 所以他很少在家 然后妈妈工作也比较忙 家里几乎就剩我和哥哥 被哥哥欺负了 我跟我妈妈告状 妈妈永远都会说 哎呀没关系 小孩闹着玩嘛 其实 那个时候就很委屈 但是 我哪一次去跟妈妈讲 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 我干脆就不说了 你说 妈妈多爱 哥哥一些 嗯 在哪些方面有体现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从小到大 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前 我妈妈没有 没有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 嗯 包括过年 然后记得有一年 三年级的时候吧 妈妈说 只要我考试 能考到全班第三名 她就会给我买这个新衣服 刚好我们那时候是赶集 每个星期二会赶集 然后眼看着这个集市都收完了 那是年前的最后一个集市 然后妈妈还是 哥哥的也买了 家里的年货都准备完了 还是没有给我买这件衣服 我当时真的太失望了 我就去同学家 我去待了三天 我以为妈妈和爸爸 或者哥哥 谁会来找我 为我着急 但三天以后我回到家 因为那会儿眼看着 要大年三十了 我就发现妈妈和哥哥 在包饺子 有说有笑的 好像对于我的离开 没有一点点感觉 那你从来没穿过新衣服 那你的衣服哪来的呢 都是邻居给的 或者是我有一些表姐 他们穿小了的送给我的 然后也有一些衣服 是我哥哥小时候的 什么时候开始穿上 第一件新衣服 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 自己买的 对 离家出走也赢不起 他们的重视 是的 那零花钱呢 比如说像六一儿童节 学校会组织活动 然后哥哥的就会多一点 会在五块左右 我的可能就是一块 或者五毛钱 那吃的呢 如果哥哥在家 妈妈可能在做饭菜里面 就是肉会多一点 如果哥哥不在家 几乎就吃不到肉了 读书呢 支持你读书吗 小学初中到高中 就是正常的在上 然后直到考大学的时候 妈妈有想过让我不要上了 因为当时哥哥中招也没有上完 然后就又去学了技术 妈妈想用这个钱给哥哥买一个货车 去做他的生产工具吧 所以妈妈有跟我说过 就说让我就放弃吧 她觉得我从小挺独立的 应该高中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 也是可以的 你们俩的谁的成绩好啊 你跟哥 我的 这个在电视剧当中也有情节啊 妈 那你能不能先给我拿两千块钱 二哥呢 要出去玩 要旅游 要两千块钱 妈妈立刻就给 你别误会啊 这次妈赞助了 真的呀妈 妈 我也要一千块 苏茗玉要 她不愿意给 干什么啊 学校办了个强化班 要住校 让我们这些尖子生强化复习 什么班啊 这么贵啊 你也有过这样的画面是吗 有过 我记得小时候 学校里面让我们买一个盖片 每个同学必须要买的三十块钱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会我就回家跟妈妈说 妈妈就说 我现在没钱 等你爸回来再 其实我那分钟就很失望了 因为 我爸爸一般出车以后 几乎是一个星期左右 才能回一次家的 但是这个钱 第二天是必须要交的 到第二天的时候 回到班里 当时班里只有两个同学 没有给这个钱买该片 就是我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 当年是我哥哥的同学 留到我们班 留了六级 只有我跟她 她那会儿个子 已经比我高出来 一个头了 我跟她站得罚站 哇 那分钟我就觉得 天哪 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 那一刻你恨母亲吗 有过 有一些母亲的思想当中 都认为养女儿是亏的 因为养大了 她要嫁人的 她是别人家的人 她不是咱家的人 您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是的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都是灌输的这些 在我脑海里嘛 也就是 总觉得女儿没有儿子有用 儿子是家里顶梁住嘛 我老娘总共生了 我们姊妹十二个 都是女孩 不是啊 也有男孩 病了病 走了走 就是还剩下六个 还有两个儿子 我的妈妈呢 就希望她的儿子 留到身边上学 供养她们 我们女孩 一个也没进学校门 作为我来说 我也没有个杀文化 一些固有的观念 是根深蒂固的 对 怀的时候 这老年人爱说嘛 是吗 肚子圆里是女孩 肚子尖里是男孩 叫着我 学金芬 你肯定要生个女孩 反正我心里一直的就是 不太痛快 老头就是劝我 老头说 不管男孩女孩 咱们都要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把她生下来了 一生下来 一看是个女孩 哎呀 我心里好生气 我的老伴都高兴了吧 哎呀 我小棉袄来了 我来就气得 一个多礼拜都 吃不下饭 但是现在想想 是男孩好 还是女孩好 现在想想 男孩女孩一个样 一个样 女孩比男孩还更优秀 我们也看到 在都挺好当中 就我们今天会多谈这部剧啊 这个苏明玉跟他这两哥呀 尤其那跟二哥苏明成关系 是很不好的 他老欺负他 你哥会欺负你吗 会 小时候 他带着我去掏那个马蜂窝 然后呢 他们比我大 就会拿校服 就是挡着自己的脸 我说哥哥 我也回家拿件衣服吧 哥哥就告诉我说 不用的 说这个蜜蜂 不会遮女孩的 经常就会被遮得 满脸是包 你没死是个奇迹 我也觉得我命挺大的 那个东西会遮死人的 除了捅马蜂窝 还干嘛呢 就我小时候上学 家里面离学校 有将近三公里的路程 但小时候的路 破比较崎岖一点 路的两边都是坟墓 因为我家在新疆的建设兵团 从这个连队到团部的这节路呢 就是比较的荒凉 那会儿就没有什么路灯 天亮的也非常的晚 尤其是冬天 天还是黑着的 然后我哥哥 他就会在坟墓堆 那个侧面那个墙嘛 他就约几个小伙伴躲在里面 其实我一出门背着书包 我就看不见他们去哪了 他走得很快 我根本跟不上 然后半路上 他们就会跳出来吓我 然后真的是 可以吓得 新疆的血会很厚嘛 就可以躺在地上 自己哭半天 真的特别害怕 但其实呢 说句实在话 即便是不在重男轻女的家庭 这哥哥欺负妹妹的 也时常有 是的 大打闹闹的 是吧 但如果在一个那样的家庭的话 因为哥哥受宠嘛 对 所以欺负你又是孩子 也就正常了 对 那你们两个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变好的呢 我跟哥哥变好 应该是他去上中专以后吧 就那会还是写信 因为电话还不普及 然后妈妈有养了两只猪 我哥哥特别爱吃肉 然后我给哥哥写信 我是说 哥哥 妈妈抓了两头猪回来 我帮 我帮妈妈养得又肥又大 等你回来 我们就可以吃了 妈妈说你不回来 我们就不可以吃肉 这是后来 我哥哥才跟我讲的 说他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他说他的眼泪 刷刷的 然后就觉得 可能那会儿 他也去到外地上学了吧 然后再想到小时候的 点点滴 再想到现在 那会儿他就对我 已经开始有改变了 也许他是因为 有猪肉吃了 感动的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我哥哥中生毕业以后 其实他没有上完 他又要去学技术 他学的那些技术 都是什么 大型轻工业制造 然后我爸爸就说 你学这个 还不如就在周边上个技校 学一门手艺 来得踏实 后来我哥哥就不愿意 然后我妈妈就背着我爸爸 就想完成哥哥的心愿去 但是我爸爸突然知道 就会拦着 我哥哥特别怕爸爸 所以他就拿了爸爸的白酒 喝了一茶杯下去 就壮胆了 他就想跟爸爸去理论 必须要去上这个学 学这个技术 他眼看着又要打起来了 然后我妈又在旁边 我就 我就直接跪在我爸面前 然后就抓着我爸的腿 我就说 爸你让我哥去学 我说我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要一分钱的零花钱 然后 那为什么你在家里面 会总是会为哥哥考虑 因为我 从小我感觉 我可能想看到 家里的画面 应该是那种 温暖和谐的 反正我觉得我从小就会 就很会察言观色 你之所以很小就会察言观色 你之所以很小就学会成全和付出 是不是因为 你在妈妈的男尊女卫的思想下 你认为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本来就是卑微的 所以你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是维护家庭的和谐 别因为自己而导致到家庭的破裂 是的 所以那会儿哥哥就是没有考上高中 我就说我怎么都要考 而且我当时考高中 是年级第十二名 我一直都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 好 要努力 其实你的这种种种的体现 察言观色 付出成全 懂事 其实跟母亲一直以来的 不公平对待 也是有关系 对的 刚才你女儿说这么一些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莫及 后悔 现在想想过去我对待她那一切 确实我对不起她 你刚才说我要更努力 其实单纯的来说 这种努力倒不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有多有成就 你的努力是不是为了表现给妈妈看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那个吹泡泡糖 然后我就觉得我哥哥能吹那个很大的泡泡 我为什么就不可以 我让他教我 他就不教我 然后每天就搅着泡泡糖对着我摇头 就是很得意 然后我就发誓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 这跟妈妈有什么关系 妈妈会夸呀 妈妈还夸哥哥吹泡泡吹得好 我儿吹的泡泡就是大 我天哪 这也夸啊 就是吹得好 然后我就学吹了一晚上 那会儿家里比较小 我睡爸妈对床有一个小的钢丝床 半夜的时候他们就说吵死了 因为我那会儿已经会吹了 泡泡爆掉的时候会有声音吗 说吵着我睡不着觉 当天早上一起来 我好困其实 然后我就说妈妈妈妈 你看我会吹泡泡能吹很大 我就要给我妈吹着看 你妈夸奖你没有 夸了 妈妈你蛮闲的呀 吹个泡泡你也鼓励 也夸奖 觉得儿子 好像那时候还小吧 都会吹个泡泡就感到稀罕得很 儿好有本事呀 就是这么个感觉 那应该很早就勤工俭学吧 我上大一的时候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 然后就参加了一些唱歌比赛之类的 然后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偶然的机会就 有人就会叫我去演出嘛 比如说促销活动 卖洗衣粉啊 或者是服装店啊 就门口搭舞台的这种 就可以挣外快了 唱一首歌多少钱 那会儿是按唱一唱 也就是一下午六十块钱 那么爽啊 我知道的那会儿歌手的市场价 可能是在两百到三百之间 他们给到我只有六十块 我心里是很清楚我知道的 但我从来不会 就是很熟了 我也不会去问他 你为什么抽我那么多 才给我那么点 我反而从心里是感谢他的 我觉得没有他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我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会 我就慢慢认识了太多太多的朋友 他们都会叫我 那是临时加工作量呢 你会调价吗 不会 因为那会儿 他们特别喜欢用我 就是说 我能吃苦 对 就是不啰嗦 对 爽快 对 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做一个建材的活动 然后就说 哎 气氛特别好 他们就跟另外一个男歌手 就说你能不能再唱两首歌 气氛太好了 跟舞队说 我们再加一些 然后还有那个主持人 他们几个就抱团在一起 就会商量 我们去跟老板说 必须加到多少多少钱 我们才会干这个事情 他们就说 然后还拉着我 说来一起吧 但是我 我没有参与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好像 你来都来了 只是为了把人的活动给做好 如果这个时候 去跟别人谈 肯定是不好的 我是张不开这个嘴的 所以 没有办法 只有我上 就没有节目顶 所以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吧 然后 后来我记得那是个大姐 人特别特别的好 那大姐的活动 几乎就全部是我包的 不仅是叫我去唱歌 她也会让我推荐演员给她 慢慢的我就 拖开了这些的路 对 最早我是开了一家婚庆公司 因为跟这些演出也是有关系的 女人创业挺难的 万一要遇上什么客户 要喝酒 要应酬 怎么办 我遇到过 在开始的时候 我只会选择就是 硬拼吧 就硬着头皮喝 我从来没有喝过白酒啊 就是 你说上大学 我们就会偶尔喝点啤酒 这些有的 印象中有一次就是 跟一个客户 那一天 我就抱着拼了的态度 因为之前我们谈的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后来 就非要吃那顿饭 而且在酒桌上 那些话里面的意思就是 肯定就是让你喝酒了 所以我没有等别人说完 我就自己干了 就是那种一次性餐具嘛 我就一次性干了两杯 那时候第一次喝白酒 而且我没有吃饭的状态 我就立刻就觉得头晕了 可是我在现场 我没有失控 就是该说什么说什么 后来他们就说 好 那我们把合同签了吧 那一分钟我觉得 我就卸下了各种防备 我是听后面同事跟我说的 我酒杯放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那你挣这些钱都会往家里寄 会的 首先我大三的生活费 就是从来没有跟家里要过 大四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都是自己赚的 然后大四毕业以后 然后妈妈就跟我说 就是想在市里面买一套房子 给哥哥准备 因为哥哥也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他用什么意思要你掏钱 就是说我和爸妈一人出一半 把这个房子拭 他提这样的要求 你心里什么感受 我是接受的状态 你心里有不舒服吗 我说实话我没有 在我的概念里面 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你所指的接受是不高兴地接受 还是坦然地接受 习惯地接受 习惯地接受 你认为这是应该的 但是其实你不出也是应该的 但我出了 出了多少钱 当时那个房子买下来是20万 那会儿你多大年纪 刚毕业22岁 那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呢 他怎么知道你有那么多钱呢 因为在大三的时候 我就经常回家 我回家就会给爸爸买新衣服 给妈妈买礼物啊什么 就会觉得我在外面就是 应该是过得挺好的 然后那会儿其实我没有10万整 我是跟朋友还借了两万 一共凑了10万打回家的 你是不是觉得 你出这个钱本身 也体现了你的价值 也想让父母高兴 我有这种想法 甚至你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能够展现自己 毕业之后混得不错 我从小的心理状态都是 我觉得在哪个年龄阶段 用什么事情来证实自己 那那会儿我刚毕业吧 然后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帮了家里 爸妈就会觉得 毕业了就能赚钱 很有出息 像闺女要钱 要的时候是不是心里 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 那怎么还是要了呢 想到女儿回来都这么疼我 总想到她可能在外地 挣了好多钱一样 所以就自己前死后想了 还是把这个口张开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 对女儿的看法 我就想 我女儿在外头 确实在这个昆明城市 那么大的城市打拼 相当不容易 我自己反思反思 想一想 我对我的丫头 从那时候慢慢地开始转变 你回想了很多过往 我的丫头 小小地吧 上二三年级 给我就做饭呀 蒸嬷嬷呀 就是够不着那个锅台 仓凳子 就来揉那个面娃娃 但是她的作业也多 孩子就把嬷嬷蒸在锅里 做的呢 我们都烧菜 我妈吐炉子 就边看书 边把那个嬷嬷给我蒸书 哎呀 我一回来一看 把我的鸡啊 猪啊 都收拾得好好的 喂得好好的 天黑了嘛 一看嬷嬷也蒸好了 菜也蒸好了 她读大学之后 假期会回家吗 反正回去的也很少 这平常的她 有时间嘛 她就回家 回家嘛 也住不了几天 大四毕业了以后 她就把我们接来了 我和她爸呀 还有哥哥呀 把哥哥也接来 接来了 我们三口 我想她在这 可能过的是 就是很富很富那样子的 哎呀 一来了以后 我一看 她是给一个同学 住她的房子 住的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旧楼房 又不亮广 黑黑的 我女儿说 妈你们来了 你们睡我的铺 哎呀 我一看 我的女儿睡哪了 我的女儿 哎呦 真是 可怜的 就睡在那个亮台上 就跟我们铺对铺的 那个亮台上 摊个褥子 就那样子睡 那边就 给她哥哥安排了一个 沙发那样子 干干净净的地方睡 哎呦 我心里面我都 我都觉得难受了 我都 工作了 可怜的 我想到 是不是在这 挣很多钱呀 回家那么孝童 来的一看 是这样的 我就心里都 太觉得 我的丫头 太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条件那么差 还要接他们 过来旅游啊 那会儿刚毕业吧 妈妈那年 刚好退休 爸妈没有坐过飞机 也没有出过 很远的门 就是昆明嘛 也算是个旅游城市 就是特别特别的美 我就想让他们来看看 然后坐坐飞机 你为什么还没结婚 就没有空谈恋爱吧 然后毕业之后 遇到一个男孩 比较的不稳重 也会光欺负人 我就不想被欺负了 后来这个可能就真的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纪 后来他想要的可能是 一个女生能够 天天陪伴他 在他的身边 来支持帮助他的一些工作和事业 什么的 还有就是我经常工作原因 会要出差 不能在他身边 所以呢 生活习惯种种 不合适 所以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想要一个 比较懂我 然后比较 能给我一点安全感 然后比较温暖的家庭 我希望嘛 有一个嘛 男孩嘛 知道 疼爱我的女儿来着 能给我女儿嘛 相伴一生 那你为什么选择 今天来道歉 就是这个 都听好 苏美玉和他妈 我看了他 我就想起我 孩子小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对待我丫头的不公平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我来道歉 向我丫头 说个对不起 就以后再热播什么电视剧 都会有人有感而发 跑到重庆来道歉 感谢 或者是致敬 其实我跟哥哥感情变好 其实挺感谢我哥 后来给我人生的转折点 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就是当时妈妈决定 不让我上学 让哥哥 给哥哥买车的时候 是哥哥在这个时候 去找妈妈谈的话 说这么多年 他就是因为没有考上高中 去上中专 走了太多的弯路 无论是就业 找工作 学技术 都是比较坎坷的 他说我妹妹既然考上了 我们应该全家人 都去支持她上学 我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 然后就我记得 我大一第一学期的学费 和第二学期 就几乎是哥哥在给我 就生活费 对 他那会儿 他就跟妈妈说 说你不先给我买车 也没有关系 我去给别人开 我可以赚钱 这是我打工 然后他那会儿 会把他赚来的钱给我 我记得有一年暑假回去 他就拿出来一个钱包 他那个皮夹上都是灰 因为他是那种 大车司机会很辛苦 他就从里面数钱 我以为他只会给我几百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把大部分全部给我 他自己只留了两百块钱 做他的零用钱 你哭了吧 哭了 但是我没有当他的面 是我拿到钱回头的那一瞬间 就在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 好好地就是回报他 那说明你比苏敏玉幸运多了 三位老师 你妈妈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待你 是因为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性别的一个角色 是不被重视的 是不被爱的 是分分钟是被家庭可以抛弃 可以舍掉的 像妈妈这一代 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 重男轻女的深刻的受害者 所以哥哥治愈了妈妈 哥哥也改变了你的人生 因为哥哥的一个行为 真的告诉妈妈 妈妈作为一个女人 她首先拥有作为人同等的权利 学习读书的权利 被尊重的权利 其实这个行为 简单的一个行为背后 就让妈妈在她的内在 会发现其实女人也是 应该被爱被尊重的 所以这个妈妈 今天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 首先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她是因为恐惧她自己 恐惧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己 第二就是 在你们共同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用你的坚强 告诉了妈妈 女人可以自强自力 哥哥也用她的特殊的方式 告诉妈妈 家人爱 爱的是人 爱的不是性别 我觉得你的两个孩子 都是你的治疗师 特别的幸运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老师 你今天坐在这里 我却觉得特别地心疼 做这么一切 我明白 都是想证明给妈妈看 我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孩子 我是一个值得让你爱 让你看到的女儿 我希望得到和哥哥一样的母爱 但是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得到的 但是你却要付出那么多努力 去想得到 所以才让人觉得特别地心疼 我就在想妈妈 她是一个受害者 你也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让我高兴的是 我相信你以后的孩子 不会是受害者 不会是男追女背思想的受害者 希望你以后 能够真正地去善待自己 今天妈妈坐在这里 就是想告诉你 孩子 我爱你 你在我眼睛里面 所以希望你以后能放下这些 不要逼着自己 强迫着自己 去做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今天你的家人来到这里 就是告诉你 不用再去证明什么 你们就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哥哥为你付出 你为哥哥付出 都是应该做的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其实我觉得亲情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总是能把你聚在一起 这是命运中给我们永远无法 搞道理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只能用情 今天我倒给你一个建议 用不讲理的方式 看看哥哥 看看老娘 未来用不讲理的方式 去找一个老公 你这个人有很多优点 独立自强 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呀 但是有一点 在处理感情上 你用不讲理的方式去找 比用讲理的方式去找 更容易 但感觉对了 都挺好 只有这样才用平衡 其实未来形成的不是谁扶谁 家里是如何达成你的平衡 你的内心和你感受之间平衡 你和你家庭成员的平衡 我认为都挺好 背后隐藏的四个字 都不容易 都挺好 和你都在佐证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面对着 可能会面对着 不平等的一些境遇 但在独立 自尊 经济的独立 是一切独立的前提 有多少人改变不了 你的到来 会坚定更多的女性 走这条路 当然我最后说的话 是我们希望我们的 听完今天故事的更多人 应该去努力 为我们的女性平等 做出更多的努力 都能以人的名义 得到爱和尊严 谢谢你们来了 祝你们团圆 谢谢老师 母亲能够反省 哥哥能够调整自己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父亲不像苏大江 还好这个家庭当中 有一个父亲 还是有责任感和正义感 来 我们掌声有请父亲 你不重男轻女吧 我不重男轻女 你就喜欢闺女吧 喜欢闺女 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你妻子要向女儿道歉 然后你的儿子呢 也懂得了家庭的责任感 也懂得对妹妹好 你觉得这所有的变化 都来源于什么呢 我的看法认为是 她妹妹给她感动了 哦 妹妹感动了哥哥 感动了妈妈 对 也感动了你 她说出了一切 当初张口向他要钱的时候 你是赞成的吗 赞成 你也赞成向他 我也赞成 都是儿女嘛 谁有空呢 出去都帮嘛 你现在要好一下 你可以援助一些 嗯 将来你哥有了 你那姊妹还是要长出走的嘛 嗯 你给你儿子经常灌输的思想是什么 我给尤其是男孩 我要求的比较严一点 嗯 要自强自力 嗯 不要好吃难做 嗯 你是个男人 张来以后主要社会 嗯 工作上 生活上 学习上 在某些程度都要被女人 都要优先 嗯 你来也要顶天立地 嗯 和女孩还有一点 不太一样 哦 谢谢啊 来 请坐 嗯 来 在这个家庭当中 还是有两股力量 不是只有一股力量 而且父亲对于儿子 更加严苛的要求 也是哥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是认为 所以其实你与其说今天是亏欠女儿 不如说其实你内心还有点羡慕女儿 如果说你早点地看到了女儿目前的成绩 再给你活一次 从18岁开始 你可能也会选择不同的生活 是有这么个想法 生活中他跟我聊天 他也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他不是身在那样的家庭和时代 对 他应该也会有另一种生活和人生 所以你是开启了女性生活的一扇窗口 就是你母亲和你这个哥哥的调整改变 不简简单单是因为愧疚和同情 更多的来源于内心还对你有欣赏 生活总是对强者是有尊重的 谢谢你来了 女儿 我原来你小的时候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亏欠你了 妈妈从子以后 一定要把我女儿像儿子一样看待 妈妈对不起你 我从心里一直没有恨过你妈妈 一直没有 我确实小时候我埋怨过 但是也像图老师刚才说的 后来自己变强大了一点以后 我的心里也强大一点 所以我只想说 就是现在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地过每一天 少为儿女操点心 然后之前我心里的一些包袱 我也会放下 我也会经常回家看看 我也会尽快地完成 我的终身大事 妈妈我爱你 我不恨你 我爱你 什么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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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 我爱你 好了,好了,好了 你现在越来越好了 来,我们看看 母亲送给女儿的礼物 到底是什么 女儿 妈妈在你这长这么大 没有给你买过新衣服 妈妈今天向你道歉 给你买一套新衣服 让我的女儿穿穿 那打开看看 虽然那个扇 妈妈还是爱你的 我给她买一件新衣服 让我女儿高兴高兴 谢谢妈妈 谢谢 以后吧,就说是我们在座里 每一位青年们 不要像阿姨这样子 对待自己的子女 但是,其实在这三十一年来当中 其实母亲并不是完全没有在乎 受根深蒂固的观念所影响 有的时候她想低头 却没能低得下去那套 也许她内心的愧疚 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改变 还好有你 还好有你 男人千万别成为苏大强 先手牵手回家吧 谢谢 好,再见 谢谢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本栏目由关爱儿童的笔直刀药也 特约火出 女儿,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亏欠你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过每一天 妈妈我爱你 我不恨你 感恩生活感恩游离 谢谢关爱儿童的笔直高药业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这个中国人传统观念说 有一儿一女 加起来是一个好字 那么同样是生活当中 自己是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我们应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节方面 给大家平等的对待 否则的话 给他的将来 人生观价值观 会形成重大的缺陷 他自己的性格 人格会不健全 对于自己的婚姻和生活 也会有恐惧感 所以希望所有的父母 无论你内心有怎样的偏好 有怎样的偏爱 都请你放下你的偏见 公平对待 好的,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说 同样欢迎你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你打财吗 对不起 好 我没错 他没错 车数小IC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